哪个女人结婚之前不是娘家的小公主 不是娇生惯养的 但是结婚以后 女人为了家庭 可以吃下来所有难吃的苦 其实对女人来说 吃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尤其是丈夫 当她总觉得你为家里付出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女人的心都冷了 最让女人扎心窝的五件事 一 自己拼命生孩子 家里只关心生女生男 女人生孩子就等于在虎口夺命 可男人在乎的却是妻子生男生女 女人出了产房 过了鬼门关 婆婆和丈夫只想看了孩子 而没人理睬自己 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一切 也被当成理所应当 怀孕期间 家人对自己呵护照料 也在孩子出生后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付出时间和精力照顾这个家 女人结婚后 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庭 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 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得自己一个人解决 白天不只要在家照顾孩子 还要打扫家务 给家里人做饭 还可能因为自己一颗心光扑在了孩子身上 忽略了丈夫 得不到对方的谅解 三 自己付出一切 却得到对方埋怨 为了家庭 女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 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 丈夫却因此嫌弃自己 嫌弃自己的不爱打扮 不喜笑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谁 面对这样不懂感恩的男人 真是结结实实地扎了女人的心 四 没了自己应有的事业 结婚之前 女人也是有自己的红乎大志的 也是希望在工作上有所进步 对生活也是有所追求的 如今 结了婚以后 这些都要被一再搁浅 还要因此依靠男方 还要看男方的脸色 没没想到这些 女人都很难过 毕竟在这个世界 靠水都不如靠自己 五 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圈 曾经一起长大的发小 并肩作战的伙伴 都因自己的家庭而不能见面 以前除了工作 还可以跟自己的朋友 一起出去玩 一起享受生活 如今 自己就像一个陀螺一样 看到别人出去 自己只能待在家里 心里总是很难过 人生扎心的事情很多 其实女人 再辛苦都不怕 就怕自己的另一半 对自己都不能体谅自己 只要对方一句安慰的话 也许自己 马上就能忘记 所有不开心的事 但是大多数男人 都不能真正的了解 自己的妻子 导致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大 望天下男人 珍惜自己扎心的女人 因为她的扎心 都是为了你和你的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